回到台灣來帶您看到的是位在金門縣的限定古蹟雙喜樓 因為年久失修的關係 施壓上之前又碰到了海葵颱風的暴風雨 它硬生倒塌了 變成了一片廢墟 現在文化局就說修復雙喜樓 會分短中長程的計畫 一起來看 經不住海葵颱風襲擊 位於金門縣金湖鎮東村的限定古蹟雙喜樓 硬生倒塌 變成一片廢墟 怪手清理碎石磚瓦 施工工人將土石集中 避免影響附近居民通行 實際上民眾口中的雙喜樓 叫做呂昭夷陽樓 1911年建於金門縣金湖鎮東村 由於這棟陽樓外觀有兩個用紅磚砌成的雙喜窗框 看起來像用顏料寫出來的喜字 因此被叫做東村雙喜樓 也是造訪金門游客最愛的打卡景點之一 如今碰上颱風倒塌 金門民眾十分無奈 二樓正面的牆面就已經有 前幾天就已經傾斜了 傾斜那時候都已經有趕快通報1999 對 因為就是一直完全沒有處理行為 靠我們這邊的牆壁 這兩天裂痕越來越大 我在一撤出的時候 可能會擋不了 縮不了 百年羊樓毀於一旦 雙喜樓倒塌後 附近均勻抱怨 老羊樓雖然是限定古蹟 但年久失修 無人理會 颱風來襲前居民預警 但縣府置之不理 百年古蹟擋不住風雨 徹底崩壞 文化局表示 目前羊樓產權問題未解 先以維持外觀完整及公共安全為原則 貿然重建恐怕會失去文化資產的真實性 未來產權問題解決後 縣府在研議後續處理 或各種修復老羊樓的方式 記者呂音符 金門報導